碗中打入一个鸡蛋,一个蛋黄,加入30克白砂糖,200克纯牛奶,30克融化好的黄油,200克面粉,充分地搅拌均匀,然后过一下筛 平底锅不用刷油,倒入面糊,煎至定型熟透,火龙果切成小块,烙好的饼皮放上奶油,水果,包起来 好吃的水果搬起就做好了,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感谢支持 准备呆萌可爱的小土豆,切成厚片,锅中水开,下入土豆片,煮两分钟后捞出 起锅烧油,爆香葱蒜,放入切好的火腿片,蚝油,酱油,炒出香味,再下入土豆片,青椒段 加入盐,鸡精,辣椒油调味,大火快速地翻炒均匀 土豆这样做非常好吃,简单家常菜每天更新,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 准备一碗剩米饭,加入西红柿丁,洋葱丁,胡萝卜丁,再打入一个鸡蛋 将它们充分地搅拌均匀,平底锅中刷油,放入米饭,用铲子摊平压实 小火煎至定型,刷上番茄酱,放上火腿,玉米粒,芝士碎,盖上盖子,焖至芝士融化即可 小姨,今天要不要爱心了? 当然要了,进来的男神女神们,如果你们的手机还有电的话,帮忙给个爱心支持一下,感谢你们 出锅后,再配上一些番茄酱,非常好吃的芝士菊饭做好,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感谢你们的支持 起锅烧油,放入自己爱吃的各种配菜,炒出香味 倒入一碗隔夜吃剩的米饭,翻炒均匀 加入盐,鸡精,生抽,翻炒均匀,盛出备用 碗中打入两枚鸡蛋,加一小勺盐,充分地打散 平底锅刷上油,倒入鸡蛋液,煎至两面金黄熟透 放上炒好的米饭,包起来,再刷上一层辣酱,切开 非常好吃的蛋煲饭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感谢支持 每天都有一道美食分享给大家,家人们给个爱心支持一下呗,感谢 准备一个变了心的火龙果,榨成果汁,加入两大勺糯米粉,少许的食用油,活成面团 准备核桃,花生碎,黑芝麻,加入一大勺白糖,半勺食用油,用擀面杖捅 揪一块面团,压成小饼,包上馅,再团成小球 锅中水开,下锅,煮至熟透,飘起即可 水果汤圆做好,非常好吃,喜欢的,双击关注 有想吃肯德基鸡米花的吗?在家自己学着做吧 准备鸡胸肉,切小块,加入葱姜,奥尔良腌料,料酒,搅拌均匀,腌制20分钟 裹上一层玉米淀粉,鸡蛋液,最后再裹上一层万能的面包糠 打扰一下老铁们,今天做了一道所有人都爱吃的鸡米花,手里方便的,给我一个爱心呗,感谢 油热下锅,中小火慢炸,炸至金黄熟透,捞出控油,鸡米花就做好了 裹上番茄酱,全家人抢着吃,你学费了吗?学费的朋友记得双击关注哦 准备一个性感的大土豆子,切成薄薄的厚片,上锅将它蒸熟 用祖传的擀棉杖倒成泥,加入两大勺土豆淀粉,一勺普通面粉,揉成光滑的面团 揪一块,给它搓成如视频中这样的长条 锅中水开,下锅煮,煮熟后捞出过冷水,控干水分 加入葱花,辣椒粉,再泼上一勺热油,淋入生抽,陈醋 加适量的盐,鸡精,一小勺香油,蒜末,香菜拌匀即可 你也已经做了几百道美食,你喜欢拿到,别拿到 最后别忘了给老妹来个双击支持一下,感谢 酸辣面圆做好,非常好吃,喜欢学会的朋友,双击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 土豆这样做,你能吃几个 土豆去皮,插成细丝,加入清水,洗去淀粉,加盐,13香 两小勺玉米淀粉,抓拌均匀 准备年前的肉馅,加入生抽蚝油,盐,鸡精,13香 打入一个正经的小笨蛋,加入葱花姜末,半勺熟油,搅拌均匀 平底锅刷油,放入土豆丝,中间放上肉馅 一面定型后,翻煎另一面,两面金黄熟透即可 土豆丝小肉饼,老香了,学会的朋友,双击关注 准备一个俊俏的火龙果,切成小块,榨成果汁 碗中放入100克糯米粉,30克玉米淀粉,30克白砂糖 加30克火龙果汁,100克纯牛奶,搅拌至乌克力 放入蒸锅,蒸至奶糕凝固,加入10克黄油,抓拌至全部融合 放入案板上,擀成薄皮,先抹上一层奶油 中间放上奥利奥碎,再抹上一层奶油,包起来 辣丝好吃的雪妹娘就做好了,冰箱冷藏,口感更佳 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 准备呆萌可爱的小土豆,切成厚片 锅中水开,下入土豆片,煮两分钟后捞出 起锅烧油,爆香葱蒜,放入切好的火腿片 蚝油,酱油,炒出香味,再下入土豆片,青椒段 加入盐,鸡精,辣椒油调味,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土豆这样做非常好吃,简单家常菜每天更新 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 准备一个蓝色的圆椒,切成尖椒圈,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切好的火腿丁,松花蛋丁,盐13香,胡椒粉 加入普通面粉,少许的清水,调成面糊 平底锅刷油,放入尖椒圈,倒入调好的面糊 煎至两面金黄熟透,筋道十足的小饼 全家人都爱吃,喜欢就关注我吧,感谢大家 蒸好的米饭,加入寿司醋,寿司酱油,焯水的西兰花,充分搅拌均匀 戴上一次性手套,团成饭团,放到海苔上 放上切好的胡萝卜丝,黄瓜丝,挤上沙拉酱 再放上好吃到无法呼吸的蟹排,盖上一片饭团 主页已经做了几百道美食,您喜欢哪道,点哪道 最后别忘给老妹来个双击支持一下,感谢 用保鲜膜包起来,在对半切开 非常好吃的紫菜饭团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感谢支持 准备一个变了心的火龙果,榨成果汁 加入两大勺糯米粉,少许的食用油,活成面团 准备核桃,花生碎,黑芝麻 加入一大勺白糖,半勺食用油,用擀面杖捣碎 揪一块面团,压成小饼,包上馅,再团成小球 锅中水开,下锅,煮至熟透,飘起即可 水果汤圆做好,非常好吃,喜欢的,双击关注 准备一个新鲜的火龙果,榨成汁 加入一大碗糯米粉,活成面团 碗中加入核桃仁,花生,黑芝麻 加入一勺白砂糖,食用油,用榨汁机打碎,包起来 水开,下锅煮熟即可,水果小汤圆 锅中放入白糖和红茶 开小火,不停地翻炒 炒呀炒,炒呀炒 炒至焦糖色,倒入我家的开水 再加入两包纯牛奶 小火煮至微开 小火煮开 敬略的家人们,如果你也喜欢美食 请顺手点两下屏幕,给个双击支持一下呗 感谢 撇去浮沫和茶叶,倒入杯子中 好喝的珍珠奶茶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双击关注,感谢支持 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切成厚片 上锅蒸熟,压成泥 加入胡萝卜丁,葱花,盐13香 打入一个公鸡蛋 加入半勺面粉,充分的搅拌均匀 装入一次性手套中,剪开一个孔 用筷子使劲挤入锅中 炸至表面金黄熟透,捞出控油 土豆小零食就做好了,非常香 学会的朋友双击关注,感谢 准备一个性感的大土豆子,切成薄薄的厚片 上锅将它蒸熟,用祖传的擀棉杖倒成泥 加入两大勺土豆淀粉,一勺普通面粉 揉成光滑的面团 揪一块,给它搓成如视频中这样的长条 锅中水开,下锅煮 煮熟后,捞出过冷水,控干水分 加入葱花,辣椒粉 再泼上一勺热油 淋入生抽,陈醋 加适量的盐,鸡精 一小勺香油,蒜末,香菜拌匀即可 主意已经做了几百道美食 您喜欢哪道,别哪道 最后别忘了给老妹来个双击支持一下,感谢 酸辣面圆做好,非常好吃 喜欢学会的朋友双击关注 感谢大家的支持